來來請收 啊必緊張是這樣的 我目前是在香港財券局服務的 香港財券局你有聽說過嗎 我知道啊我常簽啊 啊先生你不要誤會 我不是要調查你什麼事 其實有件事想給你幫人一下 怎麼了 嗯是這樣的先生 我不知道你聽不清楚 我們財券局內部 其實是有黑箱作業的 通常求號都是電腦設定來控制 如果說 我能將這期設定好的求號 透露給先生你的話 你只要在你們台灣登地 找到地下主頭投注 那麼今天晚上就確定能中獎了 那當然了先生 你事先不用給我半磨錢 也就是說你今天晚上 中獎之後就可以向主頭 名其彩金 彩金領到之後再提拨一部分純粒 給我吃紅就可以 那你們覺得那種配合方式合不合理 可以接受嗎 我不可以接受 你說他黑箱作業呢 我怎麼會接受 那你們 先生就說只要你有權利跟我配合 我保證會讓你賺到錢的 那我沒賺咧 你給我啊 先生如果說你說我沒辦法讓你中獎 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是不是 你事先又沒有給我半磨錢 聽說我要讓你中獎之後 你到彩金再給我吃紅啊 師父真的啊大哥啊別搞我啊 先生我搞你做什麼 啊我去 你說你去哪裡了 我現在是在香港財政局 香港財政局 對啊 啊你打來台灣幹嘛 啊是我是提供一個賺錢的好機會給你啊 就是你也賺錢啊我也賺錢啊 我們是相互的嘛 哦好啦啊不夠 我是很少簽啦 倒是真的啦 因為我以前在那邊學 我也沒有在簽啊 先生就是因為只要你有地方投注的話 我就保證讓你中獎拿到彩金 但是就是說呢 你拿到彩金之後要提供一部分給我吃紅 那就是說您覺得合不合你呢 我覺得 我怎麼相信你 不然你等一下騙我怎麼辦 對不對啊你要先匯個兩百塊給我 不然你想騙我啊 當然啦 先生我們是第一次接觸 沒有騙過 哎呀 就是說你心裡多少有些擔心 我是不是有這個神秘讓你中獎 哎呀 相對的 對嘛啊你說你叫我 啊如果沒有中我不就 保護款一款回台灣了 對呀先生就說你擔心我的神秘 就是說相對的我也會擔心你 中獎之後的信用 哎呀 你擔心我的神秘我也擔心你的信用 就說只要你信用做好 我們以後還可以長期配合 只要你願意跟我配合的話 上次我朋友也是接到你們電話也沒有中啊 還輸了一褲子數哩 什麼 他是他是什麼時候嗎 上上個月啦那個過年之前啦有沒有 你們也是一個小姐啊 他輸了兩百多萬咧 港幣咧 他跟去做什麼 啊 他是什麼嘛 他是怎麼配合方式嘛 就說什麼 他先跟他講他也相信他 啊他就說後來晚上找我喝酒 就說輸兩百多萬 你們都騙人咧 先生 就是說只要你有地方投注 我第一次你跟我配合 我也不是說要求你投多少 對不對 因為我們其實都沒有配合過 那你告訴我 幾個跟你配合有賺錢的 你跟我講 先生 什麼幾個人給我配合 我說幾個人有跟你們配合嗎 我也是香港人 你幹嘛這麼呼籠我咧 真的沒禮貌咧 咧 咧 佛街啦 魚 署 嗯 ك